哈喽,大家好,我是瑞珈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划 我打算采访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一整天的记录去探索各个职业 还有他们实际上在日本过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我从拍影片开始就一直在想 我可以给观众带来什么 还有我要怎么样可以提供更多面向的日本给大家 想了很久之后觉得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那我可以采访不同的人,那就是不同人的故事 那这个系列的影片都会深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如果你也愿意成为我拍摄的对象 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的话 都欢迎你填写说明欄的表格 那之后我可能就会找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 喜欢日本清酒道跑来日本后 受到老板重用 最后如愿成为清酒专卖店店长的故事 早上十点,我和翠翠约在三月前车站 他现在身兼两家店铺的店长和副店长两个职位 他先赶去的是日本桥店 处理早上十点半要开店的开店事务 早上来的话通常就是先做一下setting 因为是台湾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是 对自己讲话不会有仪式要讲什么 所以我就实在在这边 让大家随时就是与仪式说 该讲什么话这样子 我们来看脆脆的早餐 通常满头回台湾的时候买的 等到第二位员工来上班 将工作交接给员工后 脆脆就赶往附近另外一家 百货的清酒专卖店 代表公司商谈合作 真的满满感受到他对清酒 还有对公司的热情啊 这一位呢是脆脆的同事 田中商 田中先生呢他是台词混血 他在台湾活了二十几年 这样的中文超级好 大家好 我是餐厅 到了午餐时间 脆脆拿着非常台湾的袋子 里面装着他自己亲手做的卤肉饭 他说即使生在日本 但最爱吃的还是台湾的家乡味 我个人其实是一个我在日本或台湾都活得很自在的人 可是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你的确会比较会顾虑别人的心情欸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那个 就是要带一个土产 带个伴手礼回公司 我有一个客人啊 他以前完全不喝清酒 然后他只喝红酒 就是他有一次来 然后我就跟他聊 然后就请他试喝 他就是遇到他喜欢的酒 可能聊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服务的也很好 然后后来他就是真的是几乎每个礼拜一定来一次 他真的是看到我就说 因为如果不是你我真的不喝清酒 那你当下会觉得很感动的是 是我自己的服务态度是一回事 另外就是我的清酒知识有说服他 感动他 而且倒是他改变了他喝酒的习惯 我觉得这是成就感 跟客人是互相彼此影响生活的产生连结 这个工作我觉得 没有办法卷欸 吃完饭 翠翠赶着回店里帮忙贩售处理店户 丝毫没有偷懒懈怠 接着下午2点 他赶去吉祥寺店铺上班 在坐电车时他跟我说 他会利用这样的空闲时间 搜寻清酒的资讯增加知识 看他这样这么投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生起一股 我也要好好加油的心情 我难以为翠翠要直接前往店铺上班 结果没想到他的行程满满满 首先他先前往LOFT 购买可以帮忙店内装饰或是文宣制作的材料 说到夏天有什么感觉是夏天的 这个很适合夏天 而且很符合清酒的形象 对啊我觉得这个好了 这个好像也不错 这就是花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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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LOFT后 脆脆说他都会去一家看不到公园的小咖啡厅 边吃小点心边放空半小时整理自己的思绪 让自己在等一下直接上工时 不会因为疲惫 而不是用百分百的精神和知识 来对待每一位客人 我会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 当时我要申请签证的时候申请第一次失败 因为申请失败之后我必须要回台湾了 但是我就是在那一个月之间我再次办签证 然后后来过了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最痛苦的是 当你没有一个身份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可能可以打工谋生啊 还是就是先接个案 可是在日本是不能从事政大管道 可是政府又不给你机会 就是那时候你的外国人的感受很重 近两个月我不能工作 因为我是没有收入的 可是我还要努力干嘛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就帮助 他就给我一个就是很大的反应的案子 所以我觉得到日本过得最最重要的东西是申请 最开始在台湾开始做清酒的工作 也是因为我在学校认识的学弟妹们 介绍我做我打工 做我打工之后我认识很多就是喜欢清酒的人 他们在介绍我来日本工作 就是很感谢大家 休息完脆脆晃进隔壁的甜甜圈店 说要买甜甜圈给辛苦上班的员工 看他这样为能着想体恤人的细腻心思 更能够明白他为何能再要求超高标准的服务业 成为带领大家的人 最后再去店铺附近的 CU超市添购食材 有些是店里要用的 有些是脆脆自己煮饭要用的 在外食昂贵的日本 脆脆省钱方式就是自己煮饭 以前在台湾根本就是吃菜不知米这样 我会觉得都买 反正现在就会很在意说 这个多少钱好等一下 想一个就是小咪咪咪 我们店有提供A大妈妹 我一看到台湾厂 立刻A大妈妹就是那个毛洞 全部都是台湾厂 最后脆脆赶回吉祥寺店铺上班 咪咪大早行程就满到不行 但她面对每个客人都很热情 充满笑容 同事一看到她来也很开心的跟我说 脆脆是他们的资助 而且让我很惊讶的是 有不少客人就是为了她的服务 和知识钱来消费的 有这样的影响力 真的是很厉害的事情啊 芝麻梓奥厂 从中文字连从日本的智识的公司 当时我一专门也是很健康的 她们都会保护着 她们非常有利害的 她们很平坦的 她们的贵律心很高 她们也都会很高 她们也很安心 她们也会帮助她们 她们也是帮助她们的信仰 她们也都会帮助她们的信仰 我还很喜欢 我会有一家人工智能机器 叫做Yamisake 可以让客人试喝10种清酒 然后在机器上评分 到最后机器会依照你的口味 推荐最符合你口味的清酒 很高科技也很有趣 新奇推荐大家可以来玩一下哦 你只要开餐饮业 你都要取得一个叫做什么 食品卫生管理 什么责任者之类的 好像每个县市都有他自己的推定 公进都的话 只要是你们店有提供餐检给客人 那个餐盘要自己洗的话 你一定要买机器 不一定要这么大胎 他们到时候会来检查 没有的话很多都不行 然后他们就是不一定很严格 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开过店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包括说 你的垃圾桶要有几个厕所在哪里 对于这部分我觉得他们还蛮严格 然后 短期就是我想要把店长这件事情给做好 那长期的话 我一开始想要来日本 是因为我想要找跟清酒有关的工作 可是说到后面啊 我发现 日本自己年轻人 他们其实对清酒都不太熟 我就会觉得即便我想要今天把清酒推广到世界 你一定要从最根本做起 清酒的根本就是日本嘛 如果说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喜欢清酒的话 你怎么推得广到国外 清酒推上世界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喜欢 吃完饭后赶紧回去工作 一路到晚上11点关店 在做关店业务时 发现所有员工都是小咪咪的 没有职业捐带感 或许是这家店真的感觉就像个家吧 在做关店业务时 在做关店业务时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会觉得自己的事複装 我会变得很惹 在做关店业务时 我会变得很惹 我觉得你不要抱持着梦想 然后后市觉得来到天国就很惹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至少就是你觉得 孤注无缘的时候 你还可以回家 就是淘汰嘛 但是你在日本是无法的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你来到日本 你就是一个人 你不要把这边想得太美好 你要想得你是来战斗 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自己 日文讲的不是那么的就是 母语者感到 懊悔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无法避免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自卑 晚上11点20分 翠翠终于下班 他说他常常在这样的夜晚 和同事一起散步到车站 这段时间是他觉得最放松 也最有实感在日本的时候 今天跟着他一整天 我看到一个人 为了梦想可以做这么大的决定 有这么远大的抱负 愿他顺顺利利跨越困难 也愿每一个在看影片的你们也是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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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